来 收拾东西呢 马上就要走了 这去欧洲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我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 都划拉了一遍 该带走的带走 该留下的留下 你呢 我也一样 你的手小心别被感染了 已经消过毒了 那就好 蓝婆 好了 到了欧洲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继续收拾吧 刚刚两次慕容家和李帅 都已经抛出了自己的条件 而迟迟不见服远易家有什么动静 看来易家 是提出了一个让人进退两难的条件 我有预感 这次谈判最关键的一锤 就要砸在这最后一箱上 我们李帅 提的每一个条件 都微不足道 可这易帅一开口都是大条件 我们李帅上枝山 那可是真心实意地来求和做 不谎 但易帅呢 在枝山上设了这么一个局 一张嘴 就是狮子大开口啊 而且 还非要资诸必教 傅先生 如果你们李帅真是为了和平 愿意牺牲的话 那我真是佩服之计 可是谈判毕竟是谈判 不是品格攀毕 我们为的是整个天下 而不是某一个人 自然要慎之又慎 敢不慎重吗 这谈的可不光是利益 还有名声 这说出来的每一句 可都是要写进历史的 报告 四十三刻 易纪裴大帅 为实现联省自治 提出 李重年部 正式 抑制为扶军 扶军授侠于未来江左联盟政府 刻日成立江左国民参政会 决选江左联盟政府 证明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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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决定 决定 决定 岳父 我从小 就没有这种小情小调 闲情雅致 岳父叫我来喝茶 也就是牛椒牡丹 其实啊 我今天让你品的是 功夫茶 其实品的不是茶 是功夫 敢问岳父 是什么功夫 夫妻功夫 这夫妻呀 最主要的是 接受欣赏和包容 接受 是接受对方的优点 同时呢 也要包容对方的缺点呢 这样的夫妻 才能够和睦 才能够长久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哪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 手难牵呐 你跟秦桑 你们俩也算是今生有缘的 知道吗 这秦桑在嫁给你之前哪 我们家什么情况你都知道 他母亲大嫁闺秀 我出身寒门 这俩人查局太大 这结婚以后 不断地产生摩擦 不停地吵架 可每逢那个时候 我们俩就会坐下来 沏一杯茶 品一品 这茶香一飘 我们俩就不吵了 所以啊 这夫妻呀 也跟品茶一样 关键要互相理解 这才是功夫 来 尝尝 还算是功夫 这才是功夫 这么一喝 还真有一些滋味 你真正的想品出 茶的滋味啊 你小子还走着呢 这人啊 在这世上 绝不是一尘不燃的 这才是功夫 我也年轻过 我年轻的时候 也玩命地追过女生 但是那都是 过去的事了 以后 为父只希望 你好好地对待秦桑 来 咱爷俩 慢慢地品茶 我不明白 义继培和李崇年联手 对我们成军 只会有害无力 父亲您是为什么 突然改了主意呢 我们这次上山来 不就是为了让他们 互相牵制吗 莫非是义继培 拿什么要挟您了 要挟 普天之下 除了你的命之外 还有什么能够 要效得了我呀 那 您是为何 突然临时改了主意呢 你听过那首马赛曲吗 不过 这到底是首什么歌 这不仅是一首歌啊 它还代表了一个人 是 李帅 我就没想明白 我这边已经设下了 可以破解联省的妙计 可为什么要答应 他们的条件一致 义继培安排我听了一首曲子 一首曲子 你看 你们拨打一首曲子 这是 万岁的妙计划 都不够 你们 算是 季靓子 你还是要 realize 您让你 对这首歌 应该不会陌生吧 不需要我介绍了吧 相信大家都认识 林小姐 我不知道 你是李帅的人 还是慕容大哥的人 可此刻 你能上得了芝山 今天的这番话 恐怕也瞒不了你 大帅真是抬举了 自古以来女人都爱英雄 而在座的各位 都是当今天下的英雄 鸿玉只不过是对大家的一言一行 比较关注 仅此而已 为何一定要从属于谁呢 你们二位 听了这首曲子 有什么感觉 这首曲子 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她昔日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挥之不曲 让人不寒而令 原来 李帅也在这个人手上吃过亏啊 十年前 我也曾经和唱这首曲子的队伍 交过手 那场战役打得我至今 是记忆犹新的 但是不知道 易老弟 你今天放这首曲子的目的何在啊 没错 没错 十年前 他让队伍 唱着这首马赛曲 席卷整个江族 两位 都跟他交过手 碰过面 可如今 唱这首马赛曲的人 却叫梁星北 他的野心很大 当年易家的一把火 没有烧掉他的野心 反而让他 变成了一个更可怕的人 那把火 他一直放在心里 如今他的野心 就是要再次细绢整个江左 原来江左出了乱子 易大帅却要我们两个旁人来管 江左的乱子 也就是大家的乱子 他要在江左闹事 想要搞理想那一套 先收人心 再蚕食江左 难道你们不怕吗 土地丢了 可以再夺回来 可是人心丢了 就再难找回来 他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说服了岳父和李重年 如今 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战火 尚有机会扑灭 如果他点燃了人们心里头的那把火 就再也扑不灭了 原来父亲是用了共同的敌人 说服了岳父和李重年 这一招还真是巧妙 现在就是不知道岳父和李重年他们 是否真心愿意陪和父亲 先叫每天谋会 我的话 不光进了他们的耳朵 还进了他们的心里 但是光指望他们是不够的 眼下 我们要尽快赶回服院 你六叔老奸俱华 而且在部队里颇有根基 要是我回不去的话 恐怕服院会有大乱 我们要在江左 给他放上三把火 这三把火烧的不是房子 也不是城市 而是人心和民心 梁先生 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 通往方家殿的铁路 已经被山石给砸毁 想要恢复交通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要回家 必须要先搭火车到方家殿 然后再在方家殿转汽车 现在呢 易家已经派出了车辆 去接易济培回到府院 好 那就千方百计地 阻止住易济培 千万不要让他回到府院 天璇 你马上前回医院 把这情况告诉给潘剑池 如若成功 让他伺机逃跑 是 大帅 此次知山之行 弘玉真的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 非常开心 你们能够盛情款待我 只是还有一事相求 说吧 回去的路山高路远 弘玉有些胆怯 不知道 可不可以和大家一起同行 当然可以 是我们的荣幸 这点绅士之礼 我们还是有的 多谢大帅 我把行李放车上 父亲 这是个危险的女人 正是因为她危险 才会把她留在身边 芸汐 晏昀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接父亲和大哥回来 那怎么要这么大的阵仗啊 你不知道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父亲跟大哥今天会抚远 可方家店那边 突然山体滑坡 再加上梁星北那帮人 轨迹多端 我有点担心他们的安全 既然是父亲说了 他要回来 应该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话虽如此 但是 我还是不放心 必须要亲自去接他们 放心吧 我很快回来 回去等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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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岳父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茶叶 和工夫茶具 好 为什么要送这个呀 啊 这蓝婆信得过 孩子 好好地待她吧 放心吧 行了 我走了 路上小心啊 爹 岳父慢走 小心点 我答应过岳父会好好照顾你的 爹走了 我有感觉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你还要我 你还有我 等我们去欧洲稳定了 我们就生一个孩子吧 好 你说我们去欧洲 真的就能忘记这一切吗 想要忘记 就会忘记 我还要忘记 潘先生 这两天感觉状态怎么样了 挺好的 挺好的 看来恢复得不错呀 有知觉啊 这条腿没废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有机会逃跑的 你们是不是要派一个团来看着我 你诡计多端 我们得严加防范 别人的伤口现在不能乱动 容易化弄 潘先生 现在感觉怎么样 一切都很好 就继续保持这样的休息 过不了多久呢 应该就能出院了 走吧 他现在休息得还行 我们走 我的卫队还没到 我的卫队还没到 敏小姐 要不 你先回去吧 好啊 还有多久啊 快到了 这就到 转车的速度这么快 这就捷一级北回来了 既不可施 准备 坐下 坐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时键说也应该到了 再等一会儿 爹 大哥 来了 车在外面 走吧 报告大帅 说 秦后生来方家殿的路上遇刺了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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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皆由此 莫不言恨而吞生 任他生前 今天是何等威风赫赫 死后 都是一样的寂寞 父亲 秦伯父 是为您挡了这一劫 秦后生 原本就不适合观察 有的时候 还不如女儿有主心骨 我素来瞧不起这个亲家 可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竟然欠了他一条命 爹 此地不宜就留 六叔的人马倘若杀回来 咱们可就危险了 亲家 为了江左的大局 只有暂时委屈你 等到局势稳定 我自会请出你的尸骨 灵性安葬 我们也是立功心切 急于出手 不光认错了车 还杀错了人 你们大家都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是 是 是 义稷培 我们又该见面了 来 父亲 枝山谈判成功了 江左从此太平了 恭喜姐夫 秦桑 我见到你爹了 你爹跟我说 欧洲那边天气冷得很 让你们多带些衣服 要坐一个月的船 多带些药 免得在船上得了柳翼 知道了 父亲 我们去商议正午 你就不要跟着来了 爹 您带我来这儿 当年老六 就被关在这里 那场大火之后 在房间里面找到了尸骸 这么多年了 这房子一直没有修起过 爹 那您之后有没有确认过 那幅诗还是不是他的 当年范先生高瞻原主 早在老六想要发动兵变之前 范先生就不声不响地做好了准备 没给他留下任何机会 不然以他在军中的势力 我很难把他囚禁于此 那有没有可能 是六叔的旧不祥主 不 不会 他和旧部的关系 早就已经完全切断了 当时的情况 根本没有半点挽回的余地 可是我实在想不通 他怎么能死里逃生 爹 其实我有九成的把握可以确认 是 这个梁行北就是六叔 可是您提到当年的事故 我也实在想不通 我再继续查查吧 不用查了 一定是的 爹为何这么确认 你还记得小时候 我差人做了一柄剑和一把刀 打算送给你和老三 可是你趁着老三不在 把两样都给拿跑了 还被我打 有那么一点印象 这件事我这当爹的记得很清楚 我打你的时候 问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说刀本该归你的 要是给老三挑 他一定会要见 不认为老三 可是你更喜欢剑 您这么一说啊 我也想起来了 听完之后 您下手更重了 说兄弟之间不该象征 本来就是各退一步 可以解决的事情 更何况老三回来 也不见得一定会挑那把剑 可我始终没有松口 后来老三回来 他果然选了剑 你们俩多犯比试 最后剑还是归他了 我现在不能不信 知凶莫若弟 知弟也莫若凶 不认为老三 爹啊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确认了 是六叔在搞鬼 那宋副官行刺老三的事情 也就水落石出了 我看 就别让老三走了 让他留下 我们兄弟三人联手帮你 把江左的局势 先安定住了再说 本来是可以的 可是 已经太晚了 您说的是 秦后生 没错 老六 大帅 你的背比之前妥了两分 腰也比之前粗了两寸 肩膀也比以前塌了一分 当年觉得衣服就是面子 现在才懂了衣服是面子 也是担子 这新衣服上有改改 才衬得起江左手刃 连绳主席的身份 衬得起 少年心事当拿云 那时候就想往上爬 我 秦后生和我的交情是最浅的 可是他的死 却最为触动我 范志恒 老状元 秦后生 人生都过了半 看着他们一个个凋落 倍感寂寞 这才感觉 自己真的老了 你不是觉得自己老了 是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三个儿子如今都大了 留他们在身边 也能够帮得上忙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三少爷走 不让他们兄弟替你分忧 老三在老宅 找到三夫人的尸体 老宅 三夫人不是投水自尽吗 难道 我也想知道真相 可是我不敢想不敢找 寻找过去 就会改变未来 老三必须走 这是为了他们好 即使不想寻找过去 可过去一样会找上来 好端端的 怎么忽然想来这地方啊 看着怪害怕的 千儿莫怕 这里只怕藏着一家过去的秘密 三娘过世 六叔烧死 我坠马 这几件事 时间挨得太近了 让人不得不起疑心哪 我坠马的时候 六叔还被灌在这个院子里 他是怎么安排人设计我坠马 那让我坠马 又是为了什么呢 仙乔 如果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那就让他过去吧 何必纠着他不放 自寻烦恼呢 别的都可以过去 但是毁我半生的真相 我必须给他查出来 你扮成我娘的样子 他见了你有没有说什么 他把耳聚扔到江里 说不想再提起了 他不愿提起 但我必须提起 为人自扯 不挖出真相 事不罢休 三少爷 你马上离开江左了 我不会这么轻易离开他 那秦桑呢 你答应他去欧洲的 有句话 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有什么事是不能讲的 最近我一直在想 六叔是怎么逃出去的 三姨娘之死 六叔出事 这些事情 都是有内在关联的 不要再说下去 父亲 这些事情不问清楚的话 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联 不要瞎才 父亲 自打我受伤之后 您还是第一次 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先瞧 三兄弟之中 我最相信你 即使你受伤残疾 也依然如此 是因为你十大体 不执着 可是连你 也非要查什么过去的真相 那一家 就永无宁日了 父亲 没有任何人生下来 就十大体懂大局 我的十大体 是因为我站不起来 是因为 无可奈何 你找出过去又能如何呢 还不是无可奈何呀 好 将军 是 李帅 这次追山之行 奇异真是突飞猛见 父母甘拜下方 这傅先生 刚才是心有所想 分了神 否则也不会让我 这样长驱直入 李帅 一级陪在府远 完成了联省动员 催我们一周尽快意志 是 看来一级陪还真是着急了 我们不得不动手了 傅先生 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咱们过去打仗 打的是军事战略 所有的武器装备和自然条件 都是一个外壳 真正的核心部分 其实是指挥 咱们现在跟扶军 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 这次联省自治 其实打的就是宣传战 但不管打什么仗 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摄人先摄马 秦贼先秦王 所以咱们必须要知道 咱们的对手是谁 以前打军事 对手是一连肾 现在打正值 所以这回我要去一趟服务院 我要向易济培 提出咱们的条件 好 刚才这一局算你赢 爹 您身体不舒服 要不要叫宋大夫给您看一下 不用了 找我什么事 我跟小桑就要离开了 想在离开之前 和爹谈一谈 将做联省自然大局已定 可是 还有很多细节 马虎不得 最近我被这些事情 纠缠得焦头烂额 脱身伐术 马上还有政务要处理 你还是先回去吧 那好 我先走了 爹 您注意身体 桑儿 这钱瓶还是没有来信 难道是去了乡下的表姐家 二少奶奶 二嫂 二嫂 出来散步啊 看来三妹心情不错嘛 不绣花草 却在这儿绣山水风景 二嫂谬赞了 我只是想把这枝山的山水绣出来 想来 我和兰婆第一次共患难 也是在这里 你别忘了 你上枝山 可是踩着我爹的尸体过去的 义帅 退好了吗 幸好三公子手下留情 子丹没有穿过骨头 现在还能勉强行坐 坐 你下去吧 大帅 这 我叫你下去 是 是 义帅别费心了 梁先生的事情 我是不会说的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我今天见你 不是问老六的事情 是问我自己的事情 义帅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要问我呢 来 咱们掰手弯 怎么了 爬了吗 算了 你有伤在身 要是你没有伤 我看我不一定能赢你 其实不用比 我就能感知到 义帅的力量 比我想象中更大 那跟老六呢